及时新闻综合报道 小新精进人亡 媒体报道 一名27岁美女友的年轻男子 殷吉莫南奈 竟在一个晚上连续打手枪 自卫十多次 最后竟打出血来 隔天他起床有血尿 还伴随疼痛难解感 吓得他赶紧就医 检查后发现 男子的摄护 献出血不止 膀胱还有近五公分血块 经手术后才止血 医师表示 血经症若未及时就医 性功能恐会受影响 苹果日报报道 收治该病例的 恩主公医院副院长 王炯成表示 就像长时间跑马拉松 肌肉易受伤一样 该名患者在短时间内 自卫次数过多 摄护线除筋 难会过度收缩 静软 静而让微血管破裂 造成血经症 王炯成说 血经症多半会自行痊愈 该名患者的伤口较大 导致必须进行手术 这在临床上相当罕见 塑性该名患者治疗后已好转 追踪后进功能至今还能维持正常 除了短时间内多次自卫 短时间内密集性交也可能导致血经 舒田 诊所泌尿科主任杜元博表示 曾有一名三十多岁男子 求子心切和妻子 在五天内做爱三次 结果最后一次射精时 竟发现流出的精液带有粉红色 就医后确诊是血经症 新光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林一家表示 血经症延误治疗 口引起骨盆腔或射护腺慢性发炎 严重时每次射精都会有血色 还可能伴随射 经疼痛甚至造成早泻 无法薄其等性功能障碍 不可不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